新年快樂 我們很快開始 新年快樂 新的一年 2020年 我不知道 我們每次開始都會問 弟兄姊妹 或者很多人都會對問 新年有什麼新願望 在2020年1月1日早起床之後 就收到很多小組 弟兄姊妹 香港家人 親戚朋友 傳來很多的說話 都是新年快樂 新年進步 好的2020年 我回復他們 很多人要回復 回復的過程中 突然間好像聖靈感動 我的心想起一樣的東西 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 我在弟兄姊妹分享了 昨晚 昨天早上在周市會開會的時候 都有跟他們分享 我想起2020 就是2020 2020 2020年一向還有一個意思是什麼 當你去驗眼的時候 前兩個禮拜 和太太和師母去換車牌 你要站在那裡看一看 動多出那些字 你的視力的問題 是不是 2020、2020 就是什麼 就是好東西 是不是 眼睛好了 看得清楚 那時候 突然想起 當我年輕的時候 還在中學的時候 做基督徒的時候 回到教會 想起了一首是師哥 和這句說話 看得清楚 很有關係 有中文翻譯 英文也不太好 我只記得英文而已 那個師哥叫 Day by day 我不知道有誰唱過 Day by day Dear Lord of you Three things I pray To see you more clearly To love you more dearly 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 Day by day 這首師哥 其實我已經很多年了 很多年都沒有唱過 我想我們教會都沒有唱過 下個禮拜 Sindy會唱 這首師哥說到 開始新幾年 先提醒我 2020 要看清楚一點 看比較清楚一點 要看主清楚一點 See you clearly 要愛你深一點 Love you dearly 跟隨你 跟得近一步 近一點 Follow you nearly 我也盼望這個 成為了送給鄧英姊妹 今年一個彼此一同的學習 我也覺得我也要學習 盼望看得清楚一點 不單是讀聖經 讀得深入一點 而是看主 聖經明白多了 有些不等於對主認識多了 好像民事法律賽 這樣 但是我們不是 除了明白聖經深入之外 看主看得清楚一點 愛主 愛得深一點 我們要愛得深 是不是 然後怎樣 要跟著 跟得近一點 盼望這個 彼此來很激勵 接下來這個禮拜三 是我們教會 今年度第一次的祈禱會 所以主任牧師 陳世傑牧師提醒 就是說 特別再次邀請弟兄姊妹 你可能過去整年 都沒有來過教會祈禱會 或者來過一兩次的 希望你今個禮拜三 都來 好嗎 我們一切 在神的面前 祈禱 守望 開始生幾一年 我們相信 未來這一年 神要有很特別的工作 在我們中間 透過我們這群人 透過你和我 來完成祂的心意 完成祂的計劃 但第一步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回到祂的面前 來祈禱 剛才提到 這個莫奈特基金 我們很感謝神 我們宣教部的預算 看看後面的招牌是什麼 我們預算是六萬元 結果我們總共分裂成了九萬八千多 而這些錢是百分之百 送到我們美蘭新社會海外宣教部那裡 而他們是百分之百 送到不同的宣教士和宣教士工的上面 不會留下一元 來做所謂的administration fee 百分之百 送到宣教工場 我們很感謝神 這個感謝神不單止是這樣的 剛剛我們收到最新的消息 在浸信會收到消息是 在莫拉第美國去到中國宣教的宣教士 在1872年 即是多久之前 143年前 是不是 148 差不多 在1872年的時候 他在山東逢來市 建立了第一間教會 而在今年 中國政府下令這間教會 正式成為一個歷史古蹟 不可以拆的歷史古蹟 在我們浸信會宣教士 起的禮拜堂 1872年 剛才我提到很多的反對 是 那個反對是越來越大 我在看著 看著 越來越嚴重 但是呢 在這麼大的反對後面 神有個祝福 當年起的禮拜堂 現在是什麼 成為了歷史古蹟 中國政府定立的歷史古蹟 不可以再拆的了 是一座禮拜堂 有時見到神的作為 看見當年宣教士生命擺上 你猜不到接近150年之後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但是原來我們的擺上 今天你和我的奉獻 可能在150年之後 不知道在哪個回教國家 不知道在哪個未得的群體裏面 繼續福音的見證 福音的火把 樹立起來 所以鄧姊姊妹繼續愛主 繼續奉獻 繼續支持宣教 我們要 我們四個目標是什麼呢 要 愛得深 活得真 捨得比 出得去 對了 我們可以成為一個奉貝的教會 開始新紀一年 其實我們牧師團 都有一個很不容易的地方 就是究竟 講不講敦山補份 講下去呢 還是新年度講新的講章 暫停等一部分呢 但是覺得講敦山補份 如果我們不講完 中間就切一切 我們四月底都講不完敦山補份 我們預期是四月底 講完敦山補份去 幾節幾節慢慢講 放得深入一點 所以今次就講到這一段的經文 三十一節三十二節 大家已經讀了 好像這段經文在新年度講 好像就不太好 不太容易在新年裡講 又不太容易 好像中國人有點不吉利 新年流流就講離婚 所以我就 但是我覺得仍然是神安排到我們 當初我們定講敦山補份 覺得這個是幫助我們活得真 如何將天國的那種生命 耶穌基督裡面的生命 活出來的時候 既然聖經是這樣排到來 好 我們就照講 然後我們慢慢地覺得 其實在新結一年 究竟你有什麼計劃 有什麼打算呢 剛才我說到要看著清楚一點 愛著深入一點 跟著近一點 是不是 有了我們四個目標 但是除此之外 特別是很多已經結婚的夫婦 或者未結婚的夫婦 或者你判斷已經離開了的弟兄姐妹 我都盼望 她重新在神所設計的這個婚姻上面 今年給我們一個進步 我們能夠重新持守著這個 神所設立不離不棄的一個婚約 我們相信這個實在是 今天在這個世代裡面 我們要成為光成為炎 我們講過當我們解釋八幅的時候 在燈山補睡的時候 最先要看八幅 天國子民的那些八種的性格 八種的性格是做什麼的呢 跟著那段經驗就是說 我們在世上是成為光成為炎 因為你八幅的生命將來出來的時候 是能夠在這個黑暗的世代發光 是能夠在這個敗壞的世代裡面 來保存這個世代 不要繼續腐化下去 需要我們這群的基督徒 有天國子民的人 有這八個福氣的生命的人 那為什麼成為光成為炎 於是耶穌跟著 就有很多具體的講法 所以從第五章十七節開始 幾個禮拜前一直講 我們怎樣的要留清清楚 律法怎樣遵行神的義 說到你不要仇恨 仇恨好像散人說 在上個禮拜 說到什麼 不可以奸淫 不可以有淫亂 那今堂說到家庭在呼氣之間 而甚至上個禮拜講的淫亂的問題 就是在夫妻的關係那裡 那耶穌要講一段經文 是因為當時有傳統的說法 第一次開始 又有話說 這幾個禮拜法 看到第五章二十一節開始 一邊說 有吩咐國人這樣說 有這樣說 這就是當時在猶太的社會裏面 大家普遍接納那種的說法 有時候這些說法 有時候都沒有想對不對 不過大家就是這樣說 大家就是這樣做 是不是原意真的這樣呢 有時候可能搞錯了 待會你聽到搞下去 你開始發覺 原來當日他們在引用中 你離婚就給休書去 是引用到生命的二十四章 離婚的二十四章 但是那裡的說法 其實你只想清楚那個意思 未必就是贊成你去這樣 寫一個退婚書就可以離婚 不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但是這個是普遍的說法 有人這樣說 這個是他們的傳統 但是耶穌說 我告訴你們 指示我告訴你們 告訴什麼 你發現到就是 當日人說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方法 最簡單可以離婚 我昨天上網看一看 我找到最便宜的離婚費用 知不知道有多少錢 在美國你花樓離婚 最便宜我找到 看了很多的站 很多的律師樓的站 我找到一個最便宜的 有誰需要 一百三十五美金 你給一百三十五美金上網填個表 這樣就可以離婚了 選擇多快手 是不是這樣寫個退婚書 一百三十五美金 搞定 有人這樣說 但是 只是我告訴你 我會將一個更高的標準 一個更加合乎神的心意的標準 告訴你 是什麼 是什麼 離婚不是一件隨便的事 離婚起初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馬赫方第十章 因為馬赫方第十章 這段很短 其實我們看馬赫方第十九章 和馬赫方第十章 都有同一段的記載 好像把這段的記載 更加詳細一點點說 但我們選擇馬赫方第十章 第一節開始 有沒有聖經 你一定要看的 這段經文 馬赫方第十章 耶穌從那裡起身 來到猶太的境界 約旦河外 眾人到他那裡就問他 在一個聚集 他在書上 教訓他們 就在教訓的期間 第二節 有法理賽人就問耶穌說 人和太太離婚可不可以的呢 意思是要試探他 但他們的目的呢 原來當時耶穌說到這個 離不可不可以離婚的問題的時候 是出於法理賽人的試探 耶穌說 人和太太可不可以 意思是試探為耶穌回答第三節 摩西吩咐你 什麼呢 他說摩西許了人 寫了休書就可以休妻 耶穌說 摩西因為你的心硬 所以寫了條例給你們 但從起初創造的時候 神做人是做男做女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以人成為一體 既是這樣 夫妻不是兩個人 那是一體 所以神所配合的人 不可以分害 到了屋裡 門徒就問他 再問這件事 耶穌對他們這樣說 凡是休妻另娶的 就是犯了姦淫 辜負了妻子 妻子如果離婚 丈夫令嫁 是犯了姦淫 這件經文呢 我們現在就要回來看 新命記第24章 因為這裡就是摩西說了這樣說的 我們就要回來 最原本的權威 新命記第24章 第一節 既約新命記第24章 創出黎民身 新命記應該是一卷要很熟讀很常讀的經文 很重要 為什麼 我經常都說 耶穌受試探 出來傳了三次受魔鬼的試探 其實多次 他三次引用經文來回答魔鬼的撒旦 趕走去的 那三次經文是哪裏出來的 在哪裏出來的 我提了你 在哪裏 生命記 所以耶穌要引用聖經打敗魔鬼的生命記 你和我不熟 難怪我經常輸給魔鬼 是不是 這個只是開玩笑 但是你真是好理讀 生命記很重要的 生命記第24章 第一節 人娶妻以後 見他有什麼不合理的事 留意不合理的事 不起約他 就有死憂書家在他手裡 打法他離開夫家 婦人離開夫家以後可以隔壁人 後夫就有恨戶他死憂書家在手中 打法他離開夫家 說是娶他遺妻的後夫死了 打法他走的前夫 就不可以在婦人顛呼之後再娶他遺妻 因為是耶穌所憎惡的 不可以使耶穌你的神所賜 得為要的地上被顛呼 經文有一兩個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顛道的地方 不過就看了 最先就是摩西說 為什麼你們可以寫書 他發現到我太太有些不合理的事 所以我就要跟他離婚 休書寫休書就是退婚協議 究竟為什麼在這裡這樣說 說是一個試探呢 某個方題十章我們說到 要試探耶穌 要試探什麼呢 其實要試探耶穌就是 究竟耶穌你是哪一派 在當時猶太的傳統裡面 有兩大的派別 對於關乎剛才說的 生命記不合理的事的解釋 有兩個很大的派別 一個派別就是嚴謹派 很嚴格派 這個派別是什麼呢 就是說不合理的事 只是單單指出軌 婚外情 踢腿 這件事 如果太太是犯了奸人 有婚外情 那丈夫就可以寫休書 休她 這個是一派的看法 不合理的事 只是指這件事 第二派就叫做寬鬆派 當然是這樣 這個世界有嚴格 當然是寬鬆的 寬鬆派 寬鬆派說什麼 就是不合理的事是什麼 就是指一切家庭中的所事 小事 總之令到丈夫的心裡 覺得不開心 覺得不合理的 譬如 弟兄有什麼 有的快點說 你現在可以說而已 講一講完之後 你沒得講的 是什麼 就是 煮菜 鹹了 煮焦了飯 煮焦了飯 電飯煮也煮焦了飯 就是不合理的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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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幫我脫好衣服 是不是 還有沒有什麼 還有沒有什麼 一我一我 真的 不介意Mabel 不要緊 可以不是講你 哈哈哈哈 總之就是生活的小事 小小做得我不滿意 我看不順眼 我看不下 我放工回來 因為 昨天我們祈禱會先 說到 有個人 放工回來 怎樣 狗就撲過去 就舔他 整塊臉 這樣舔一次 他看著太太 那個太太 都沒有這樣做 放工回來 有哪個太太抱著老公 我本來舔他 整面舔他 有你這個太太 我們都要有一點懷疑 擔心 搞歡迎我 多過你歡迎我 不合理 就是 這些不斷舉這些例 寬鬆派就是 如果有這樣的事情 都可以離婚 那他們試探耶穌就是 究竟你是哪一派 你是嚴謹派 還是寬鬆派 這是一個說法 第二說法就是 他們試探耶穌試探些什麼呢 就是究竟你有沒有執行律法的權柄 就是問耶穌 人休妻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就可以休妻 寫個分數給就可以 那耶穌說 如果說不可以 不應該結離婚 不可以離婚 不可以這樣做 那他們說耶穌什麼 控告耶穌是什麼 摩西的律法說可以 耶穌誰是你 你是誰 摩西說可以的 你也說不行 那你怎麼做我們的拉比 但是如果耶穌說 沒錯 是應該可以離婚的 可以死休書 就休妻的 又退婚的 那你又怎麼反對耶穌 這個夫子還信不信他 就是推廣道德倫亡的事情 鼓勵人離婚的 鼓勵人休妻的 說這個夫子信不過了 其實這個情況就是 一個就是問你是嚴謹還是寬鬆 一個就是問你 你說可以離婚 你說不可以離婚呢 都被人反對 都說你是一個信不過的拉比 是不是 這個叫做試探 他們就放在耶穌 在兩難之間 不應該怎麼回答 但是耶穌就回答 耶穌就將一個更高的標準 來給他們看 特別在試探之後 耶穌給他們看見就是 起初並不是這樣 給他們看見一個起初的問題 待會我們來看一看 這方面 為什麼要說到這方面呢 就是因為是世上的光 世上的炎 剛才說過了 當那裡是世上的光 世上的炎的時候 他說你在家裡 讓家人看見你的好行為 第一個家人看見你的好行為 最容易看見你的好行為 是什麼 你的配偶 我的配偶 你的太太 你的丈夫 我們有時候出來 我們去騙到很多人 出來時事正正 思思問問 回到家裡 你的本相是什麼 你的配偶是怎樣 是最清楚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特別我們廣道經常都說 有時候我最怕私募 坐在那裡聽廣道 廣道點頭我就沒問題 繼續有氣說 說到那裡聽廣道就慘了 為什麼 你講得好聽 家裡不是這樣的 我看見你 這個真是莫大的壓力 但是有時候 很希望你坐在那裡看 因為現在沒有人敢 批評你說你說得不好 說你怎樣 不好都不說 沒有意思說 謝謝牧師 你講到 所以我問你 我哪裏講得好 你不要隨便告訴我 我說得好 我問你哪裏講得好 你答不出 你就很大件事了 是嗎 是師母勇敢回家 你剛才這樣說不對 這樣說說漏了 這樣好像差一點 這個例子不是最後 是嗎 為什麼 有時候最認識你的人 是否真是你的枕邊人 有些人很厲害的 連枕邊人都騙了 都欺騙了 會不會 但是 今天這個世代是怎樣 當他們問耶穌基督 《瑪利福昂》第五章 他們說 人的優妻就給他優輸 是不是可以這樣 那些人就這樣說 很容易這樣說 可見這個是什麼 這個當時離婚的一個普及 很普遍 他們不是說 不是傳 不是問 我們怎樣在婚姻裏面 有保鮮的秘訣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婚姻 更加的好 好像初生婚的時候 那種的新鮮 那種的活潑 那些保鮮的秘訣 不是 你是不是離婚就可以了 那種優術就可以了 他們來看這個 優術是不是 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是不是這樣 今天離婚率很高 大家都知道 普遍30到50% 或以上都有 但是最近 在2014年到2016年的統計 裡面 他們發現到美國的離婚率 是下降了 大家知道嗎 下降了大概16% 為什麼下降了16% 因為結婚的比率下降了8%或以上 你發覺這些數字給我看見 離婚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而很多人離婚的理由是什麼 有什麼理由 有什麼理由 意見不合 性格不合 是不是 我們因誤會而結合 因了解而分開 多清楚多偉大 是不是 對 是啊 牧師 我們婚禮的時候 身兩大一塊沙 都沒看清楚 你就問我做不做 我說做了一揭開 原來是這樣的 這樣 這樣 可能因為錢的問題 經濟問題 因為子女問題 還有什麼 可能個人的目標問題 家庭的壓力 可能結婚打算好什麼 為什麼結婚就沒有了自由 去哪裡都要通報 是不是 還有什麼 你問一下這個世界 離婚真的有很多理由 當然犯奸任是其中一個 都影響很大的 但是有人說 其實做成離婚最大的理由是什麼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知道嗎 因為有結婚 沒有結婚就沒有離婚 你有這麼多離婚 有這麼多天結婚 所以說 結婚在下降 那怎麼辦 離婚就相對下降 一小人結婚 但是沒有離婚而已 那些不結婚 我們所謂同居的人 你猜他們之後 分開的比例多高 他們分開的比率 比離婚的比率更高 為什麼 沒有了婚姻 我們所謂一指分輸的那個約束 你結婚的還要考慮 說我要離婚 起碼要比835元 現在我同居 分開 153元 節省 是不是更容易 所以這個世代 你看到就是這樣 離離合合 很多的 很普遍的現象 而這種的離婚的地步 使得優書 就被濫用 那裡摩西說 為什麼可以用寫優書 就是其中一個方式 讓你想清楚 讓你想清楚 你想清楚是什麼 你看到生命記24項經文 下面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好了 你和你太太離婚 寫了退婚書 分開了 後來你太太再結婚 有個後夫娶了她 後來後夫如果不要她 跟她再離婚 或者後夫死了 那這個前夫 你可不可以娶回去 可不可以 不可以的 生命記的說法 為什麼不可以 耶穌說 既然摩西吩咐 這個是顛污了神的地 其實意思就是說 不是說不贊成你們和解 不是 而是說 如果你將來有機會娶回去 你現在就不要分開 當你寫優書的時候 想得清清楚楚 不是隨便 小說不合你的事 就寫個退婚書 最多不是搞錯了 就娶回去 對不起不行了 就是說你要寫分書 是嚴謹的 嚴肅的 在猶太人寫退婚書的過程裡 他是一個法院裡 有一個類似法官的一個秘書 再加上兩個助手 然後男方 女方 都要帶他的見證人來 去到那個法官面前 那個律師的面前 他就要做一件事 男方要親自把一張紙 筆和墨水交給他 他們有儀式的 有整個儀式這樣說 律師就說 現在是不是你把這個筆 墨水紙給我 你有寫下你心裡想說的話 他就說是 有見證人聽到 然後他又要說 我哪個哪個 現在要跟哪個哪個 解除分約 從此以後 他們兩個腳不相干 那個律師又寫下 旁邊的那個秘書的 律師的見證人看著 不要寫錯 然後他再問 這個男方 這個是否你真的 耐心的意願 是你的free view 是你真誠的心 來寫要求這樣 他就說 那個見證人聽住了 然後再問那個女方 現在這個男方這樣寫 你聽聽清楚 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 清楚 你是不是願意 按照你的心意 來接納這個退分書 他可以到時不接納 不過他要接納 這樣就見證人聽住 整個很多層的儀式來做 就不是隨便簽個名就算了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做法 但是很多時候 當時他們就是很簡單 有一個說法就是 他們的主要是丈夫對於太太 說三次 我要和你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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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三次簽個名 這樣就是了 但是生命的原意 讓你有休書 不是說 你寫以前 你想清楚 是不是真的要這樣離婚 我知道離婚是一件很不好的事 我終於有一句說話叫做什麼 靈教人打兒子 下一句是什麼 莫教人 婚妻 在中國人的規矩裡面 離婚 所有七個條件情況下 可以離婚叫七出 有沒有聽過 哪七出 一是無子 二是淫 三是不信父母 四是口多 第五是道歉 第六是妒忌 第七是幻想惡疾 即是七個情況下 男方就可以離婚了 女方提出離婚了 但當你提出七出的時候 有一個情況下 叫三不去 你要限制七出 有沒有聽過 即是對方提出離婚 如果女方犯了七樣東西 又沒有子 生不了兒子 又患淫亂 不孝順父母 口多都算了 即是原來一我惹我 是的 你很惹 然後又要偷東西 又妒忌 又幻想那些不治之症 這樣就可以和你離婚 不過有三不去 即是三個情況下 就算女方犯了你 你都不可以和她正式成功離婚 這三不去是甚麼 第一就是 有所取無所歸 就是說 原來當女方太太嫁給你的時候 她自己父母還在生 不過嫁了你之後 她父母過了生 所以如果你現在和她休息 趕回娘家 沒有娘家何婚 無家可歸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可以離婚 第一個不去 所以女方 你希望太太丈夫不憂你 就是你快快去吹吹 即是你不可以這樣做 第二 就是 雨更三年喪 就是陪著她的丈夫 搞一個人家 和你丈夫一起 你丈夫的父母過了生 你和她一起守喪三年 盡了這個孝道之後 以後你做甚麼壞事 老公不可以和你離婚 第三個叫 前貧賤後富貴 大家明白了 即我嫁給你的時候 你窮到真是孝 全靠取將 我就一帆風水風生水起 豬籠入水賺到 你不可以現在賺到錢了 就嫌棄我這個租康之妻 那叫三不去 尤其是中國也挺先進的 給猶太人那些 正會休書就算了 這樣 但是摩西當時 在這個情況下 為甚麼 如果犯不合理的事 就可以寫休書呢 其實當時 是對婦女一個很大的保障 剛才說過 第一就是 讓對方想清楚 因為你說現在休了去 將來有甚麼事 你們不可以取回去 你想清想錯 你不要一時之氣 很多時候 今天說離婚是怎樣的 就激氣 算了 後悔後來之後 你會否後悔呢 其實是後悔的 你不要一時之氣 第二 所以 在當時有些情況 就說 如果因為要離婚 離不了 那怎樣 他寧願將太太殺死 所以這個時候 寧願你寫個休書 和她離婚 保障這個婦女的性命 第三 讓這個婦女 真的拿了離婚書之後 她可以怎樣 可以有機會再婚 你趕了她出去 就不能再婚 其實摩西當然 她可能有保障婦女的權益 但是這個聖經就說 是因為你的硬心 所造成 因為摩西因為你們心硬 所以准起你們這樣做法 在碼方第十章 碼方第十九章 也是這樣說 這個硬心 心硬 就是指一個沒有受過割禮的心 就是一個猶太人出生 南丁就要受割禮 表明你是信從神 是神的子民 不過很多時候 舊的聖經都說 你們欲體受過割禮 我好像是屬於我的子民 但是你的心沒有受割禮 為什麼 你不要從心裏面 聽我 信從我 遵行我的心意 所以硬心就是說 他們不願意去信服神 在婚姻上面的安排 這個硬心更加是指什麼呢 更加是在婚夫妻關係裏面 不願意來妥協 不願意接納 不願意搖述 不願意聽對方來講 不願意聽你配偶解釋 甚至不願意聽你其他的親朋戚友 宗教領袖等的勸道 單方面執意的 我一定要離婚 不要去體會一下 為什麼今天太太會做一些不合理的事 因為每個人都有情緒 每個人都怎麼樣 有高低的時候 是不是 你自己有沒有 我們自己都有 有時候心情很興奮 說什麼都行 心情不好 碰到死 好像碰到炸彈 是不是 所以英文是一個說法 我很喜歡的 push your button 不如按住你的按鈕 一按住你的按鈕 就爆出來了 就是你有高低的時候 太太 你的丈夫都有高低的時候 是不是 當然我們就說 我們應該要慢慢掌握 她高低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規律 有沒有什麼情況 有沒有什麼現象 你掌握一下 留意一下 不是結婚這麼多年 你都不知道對方 那怎麼辦 你要認識一下她 但是一個硬心就是指 不去體諒 不去考慮 不肯站在對方來想 甚至 不肯讓對方一個新的開始 離婚 那就是沒有一個重新回轉 重新開始的機會 這個是一個硬心 而結果造成 是這個世代很多的淫亂 在馬鶴方怎麼說 如果離婚之後 誰娶這個婦人 如果不是淫亂的緣故 馬鶴方補充了 如果不是淫亂的緣故 誰娶了這個婦人 是犯了奸入 這個淫亂的風氣 是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而今天我們看到這個世代 就是這樣 很隨便 性的關係 分愛情的關係 一夜情的現象 很隨便 很多 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 常常提醒 一定要很小心 有時候我單獨出門的時候 去到暖孫 去到外面的時候 我每晚一定 和我太太談電話 一定免費時間 一定約束自己 一定讓她知道 放心 我靠神的恩典約束自己 不敢再放縱 不敢放肆 不敢放肆 不敢在這些事情上越軌 一定要提醒自己 去做這些事情 這個世代越來越淫亂 所以耶穌的回答是什麼呢 在馬勒坊的回答就是 指著我告訴你 凡是優妻的 如果不是淫亂的緣故 就叫做淫婦了 人要娶個被淫婦 都是犯奸淫 耶穌說我不希望這種 對婚姻的做法 離婚的做法 隨隨便便 除了真的犯奸淫之外 但不等於犯了淫亂 一定要離婚 你可以接納回去 讓她悔改 重新再來 或者她悔改之後 再讓她重新再來 都不一定要用離婚 今天我們處理 很多這些婚姻問題 都會用類似的做法 而在馬勒坊 耶穌當然說得清楚 馬勒坊 耶穌怎麼說呢 耶穌就說 馬勒坊因為你的心硬 所以寫了條例給你們 第十章第六節 但起初創造的時候 神做人做男做女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 那時候人是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以人成為一體 既然是這樣 夫妻不是兩個人 那是一體 我們今天要看回 我們如何回到夫妻 神所設計的夫妻 這個婚約裡面 最原初的設計呢 婚約最原初的原意 就是神希望我們怎樣養 這個婚姻是怎樣的呢 他說這個是起初 起初是起初到什麼時候 是神做人做男做女的時候 所以是回到創世的第二章 在那裡有一個最大的特點 我記得我和你提過的了 就是什麼 在當時神所招落的婚姻制度的時候 還沒有任何一個 今天所謂的人類世界的文化體系 那時候還沒有分哪個支派 還沒有分哪個種族 什麼都沒有 人類的文化體系 還沒有建造 人類的社會體制 還沒有存在 神就將夏娃 帶到夏當面前 所以今天我們 怎樣看婚姻這個婚約呢 不是說我們中國人這樣看的 美國是這樣的 我們猶太人是這樣的 不是 我們看得更超越過這些 出越過了什麼 今天這個婚姻是一男一女 這個不是中國人 中國人是可以 丈夫是三妻四妻的 是不是 不是猶太人那種可以隨便離婚的 不是西方那種自由的婚姻那麼簡單 都是很多的民族 你再說可能還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但是為什麼我們婚姻說 一定是一男一女 一定是一生一世 為什麼 初四的第二章 沒有中國人之前 沒有中國文化之前 沒有西方文化 沒有猶太文化之前 神是這樣安排的 神就是將一個夏娃 帶出來做給阿當 所以阿當有十幾條蠟骨 神就是拿一條做一個女人 神沒有拿十幾個蠟骨做十幾個女人 阿當一看到就 哇 暈倒了 一個都夠了 十幾個 沒有 神就是一個 所以阿當 就將我帶來 阿當就盼著寬禮的心 接受 是不是 所以我們借用美國黑人的說法 當阿當一醒回來 看到神所做漂亮的夏娃 一定是漂亮 只有一個沒得比較 是不是 美麗的東西是相對的 只有一個沒得比 這個一定漂亮的 哇 看到一個這麼漂亮 這麼美麗的夏娃 阿當說什麼 哇 哇 吼人 所以變成woman 了 知不知道woman是這樣的 這是我們學所的 但不是真的 哇 吼人 你是我骨中的骨 是我肉中的肉 這個是詩歌體賽 第一首的情歌 最肉麻 血淋淋的情歌 你是我骨中的骨 是我肉中的肉 哎呀 那他就娶了他 是不是 神做他的主婚人 神做他的正婚人 可能天使天君 雀仔 狮子老虎 做了一些来宾 所以这个婚宴不知道怎么请法 狮子老虎来吃 你给多少东西 不过是很美的 就是他的婚姻 就是一个这样的设计 这个设计里面 神就说什么呢 耶稣就说 神做了你们 人要与妻与联合 与二人就成为一体 就不再两个人了 那是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之后 再加一个 夫妻不是两个人那是一体 就是很强调的说法 今天能够 我们的婚姻 能够重新回神的设计里面 第一 弟兄姊妹 我们要回来就是 我们是二人一体 为什么二人一体呢 要学习放下自己 究竟夫妻两个人 怎么二人成为一体呢 是不是丈夫 太太 一左又二人成为一体呢 是不是 不是的 不是的 是怎么一体呢 丈夫是什么 丈夫是头 太太呢 是身体 不是左右的 是上下的 整个设计是这样的 当然我有另一套理论解释 为什么要是这样的 不然现在没有时间再解释了 是不是 如果听我的解释 你知道是非常合理的圣经解释 不过没有人这么说 只有我说 但是是这样的解释 丈夫是头 太太的身体 如果现在二人成为一体 你要分开了 那怎么办呢 丈夫又变成什么 私手 太太就变成了私体 所以你发觉离婚 分开带来两个人 一个很大的创伤 甚至不单你的创伤 甚至你的下一道很大创伤 在网上的图画流传是什么 我特意没有放出来的 就是说 丈夫、太太 每人站在一边 每个懸崖边 两边中间就是个心愿 丈夫站在一边 太太站在一边 然后两人伸手 拉着自己的小孩 如果你现在离婚 事实上我放手 谁死的 那个小孩就跌落心愿 而我们今天看到 因为离婚 但是给我们的下一代 很多的伤害 其实我们都知道 所以很多人 当小孩在小的时候 还在读中学 高中 不要离婚 几乎没有关系 不要离婚 撑住 撑住 等到我们大了 所以往往到MTLex的阶段开始 很多人就真的考虑离婚了 走到大了 大学 工作了 对不对 他明白我们为什么离婚的 没那么伤害 谁说没那么伤害 但到MTLex的时候 大家两方面经济都好些了 离婚不用再担心 有些人大家都睡了 做这么多年 大家都有钱坐在这里 就行了 所以到MTLex的阶段 是一个离婚的高峰期 我们做一些家庭婚姻辅导的时候 你留意到 但是其实不是少一些的伤害 而是离婚的时候 一个变私手 一个变私体 因为人是不可以分开 所以我们怎样能够帮助我们 达到一件事成为一体 但是我们就真的开始学就放下自我 在夫妻之间不再分离我 我们没有个别的私人 你知不知道你丈夫 或者你太太的手机的密码 有没有哪个丈夫 是不停根换密码 以致太太跟不住的 你当然有点东西了 所以现在好是Face Recognition 你密码不行 我拿手机对着你的样子就搞定 谁知道你弄了一样搞不定 不要隐藏 你的密码也隐藏 银行户口也隐藏 你的身水也隐藏 这样就有东西了 因为你有些隐私 隐私的东西就是黑暗里面 很容易搞到你的心 不要这样 金钱的运用 你和你的朋友的关系 是否可以很坦荡荡的 让你的配偶一起来参与 特别所谓一些的规秘 一些异性的规秘 这些是很要小心的事情 不单止不分离我 二人成为一体 我在分型辅导整个教导 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 你结婚之后 不要再说我这个字 就说什么 说什么 不说我说什么 说我们 这些答得出应该是我分前辅导的 是不是 要说我们 说我们 什么都是我们 是我们的兴趣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钱 我们的家目标 培养那些两个人都有兴趣 是 我知道分前你有你的兴趣 他有他的兴趣 可能match 可能match 但是分下我们建立共同的兴趣 第二 爱里面 在分约的爱里面要忍耐 可能match 書十三章 第四到第八节 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能够使出一个分约 能够有效 不是只是分约绑住你 两个母亲 直接绑在一起 不是 有时突然指明有个错误的感觉 就是我追求神的旨意 如果神要给我一个我不喜欢的 我怎样 但是我认识 在圣经里面认识 如果这个神的旨意 神给到你 就是你觉得最喜欢的那个 你不会不喜欢他 神不会 这个你很不喜欢 是不是 我知你不喜欢 我就特意给你 你死了 我觉得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 就是 神当你娶配给你的时候 将你配合带给你的时候 就是你心里最爱的那个 是你心里对他有反应 有感情的那个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 是需要爱 爱来到是滋润住 这个爱是怎样的 去学习忍耐 什么叫忍耐 很难忍的 为什么 忍要怎么写 刀印刺住你的心 那这样才要忍 是不是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 神出去配合在一起 两个越来越亲密 越来越亲密是什么意思 越来越亲近是什么意思 你看 来远看 好不看 来远看 每个人都挺好看的 走近一点看 那些皱纹怎么样 哇 条条都好现的 是不是 来远看不觉的 挺好看 看近一点呢 贴近一点呢 哇 你的优点 你的缺点 都现出来 而且跟你一起生活 没时间去遮掩 没得遮掩 但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要接纳 你要接纳 为什么你现在就问越来越多 你不记得了 你自己也是吗 是不是 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批评了别人 就没有看回自己 所以我们要学习 这种爱的接纳 爱的忍耐 好像神折留我们一样 你以为神折留我们 神是否需要忍耐呢 你想想你和我的生活 你和我的表现 和我的见证 和我的福祉 哇 神看起来有时候真的是 我看回自己 过去一年有时候觉得 哇 我是不是浪费了我的时间 浪费了什么呢 那神体呢 你更加浪费了我的恩典 是不是 但神是什么 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祂继续忍耐 继续鼓励 继续给我们有机会向前 婚姻 面对对方就是这样 所以我要主动的 刻意的 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扔掉 所以婚姻的爱是什么 我是不疾度 不自夸 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益处 不轻易 不怒 不计算人敬恶 不喜欢忽異 八个不 然后呢 这八个不正不是说那些事没有发生 而是说 这些事发生了 我不让这些事拦了我爱你的心 我不让这些事呢 来到是 前妖使得我们的婚姻关系不能够进止 我学习的遥述 学习的矫正 学习指出错误 我们一同承担责任 但这个爱里面呢 又有一些正能量的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永远被对方又出落 我没时间再仔细举很多的例子 但是我们再回来这里是说 登山部分 如果我们慢慢掌握到这八幅的性格呢 你成为一个有八幅性格的人 是一个虚心的人 一个哀动的人 一个温柔的人 一个饥寒慕义的人 一个能够连伤的人的人 一个常人清心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能够为二受逼迫的人 你和你夫妻的关系一定好 两个都是这样的性格 是不是 最后一个是什么 为二受逼迫 你老公迫害你 你老婆迫迫你 来到忍了 那需要离婚呢 是不是 我们要维持这个的婚约 第三方面 我记得 这个是神的配合 这里说 神所配合的人 不可以分开 这个是一生之药 全程硬心就是 我不愿意接纳神这个规定 但是圣经说不是 因为神使得我们这样 神把我们带在一起 这个成功的婚姻 这个是婚约 不是丈夫说百分之五十 我说百分之五十 所以加上百分之一百 不是 是双方的百分之一百 双方的百分之一百 所以下面的《土地人》写了 已婚的 我帮我两个配合 重温婚约 珍惜对方 爱中扶持 你单身的 还未结婚的 全开放等候的心 迎接神的预备 可能是一个配偶 可能是神秘独身的因子 如果你配偶已经离世的话 为你过去 你曾经拥有过 享受过的婚姻生活 来感恩 都为了你现在能够单身的生活 能够持守圣洁 已经离婚的 我们求神 真是医治你内心的创伤 从今天开始 纳致那个圣洁的生活 迎接神的准备 在最后这时候 我希望你会请 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 两夫妇 如果你愿意的 一位站起来 我想带你们 跟对方重新立一个简单的药 如果你配偶在你身边 你两夫妇有愿意的 可以站起来 我会带你丈夫 和太太说一句话 太太和丈夫 再说另一句话 是相同的一句话 又重立婚姻 我也请我师母上来前面 他整天都只剩我一个 不知道我师母的 现在可以看谁是师母 好 如果你的配偶不在 意思就是 他现在没有回来聚会 或者在家 或者在其他地方 侍奉等等 那些例外 可以站在前面 好吗 我们现在请丈夫 对太太来说 好吗 你心情缓缓的 看着对方 哈哈 我说丈夫 可以跟我说一句 我深信是 神按照她的美意 将你赐给我 成为我的妻子 因此我愿意 以理行从神而来 不离不弃的婚约 全心爱你 一起行完人生的路程 我们请姐妹和太太 从丈夫来说 姐妹一样 我深信是 我深信是 神按照她的美意 将你赐给我 成为我的丈夫 因此我愿意进行 从神而来 不离不弃的婚约 全心爱你 全心爱你 一起走完人生的路程 一起走完人生的路程 我们祈祷 天父我们为我们 那么多对她的夫妇 甚至在座的弟兄姊妹 都交在我们的手里面 我们很愿意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上 来到荣耀你 我们过去很多事 过错 求主遥述 让我们夫妇两个人 能在祖父的恩典面前 重新起步 活出这个婚约的美丽 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可能是未结婚的 可能是配偶离开了 或者配偶 未信耶稣 或者在几个地方 来到侍父 不在我们身边 但我们仍然求主祝福他们 让他们 在神的预备下面 去遇到她将来的配偶 或者在一个单身生活上 仍然过一个 很圣洁 纯洁的生活 来到荣耀你 求真爱主祝福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 阿们 洁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